我们练拳里面 后面往前 我声音可以不要谈那么大声 我们练拳所有知识的基础就是这个 所以你看你们大部分人在坐下来的时候 剑椎这个地方到腰椎是垮 你们这边的力量是往下的 是往下的 表示当没力 当没力 我们人站着 我们人站立起来以后 我们要有一个力量跟地性引力 跟地性引力相去怎么讲 去平衡它 地性引力已经是往下了 我们站起来了 我们的骨骼 我们的结构不能往下 我们内在的力量不能往下 我们的内在力量要往上 你们看所有的小孩子内在力量都往上 所以他们停不下来的 他们一定要跑跑跳跳跳 为什么他们那个生命力是从下往上 晓得吗 他们内在的那个力量 是下往上的 你看那个小孩子如果说他的姿态变成这个样子呢 他一定身体很糟或者生生生生生生病 正常的小孩子你看他都是一个往上的力量 都是一个往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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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 站在那边团体照还是个人照 他们站在那边照相 你看他的身体的那个能量是往上的 整个人跟一颗炮弹一样是往上的 绝对不是这样子 现在练拳的才是造型这样子的 力量往下掉 那个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练拳基本知识是这个 那关键关键在哪 关键就在这边 你们这个当内侧这两条筋要会用 要会感觉到它要会活动它 所以当我们一站就算是站着 平常一站着这个地方都一搜 你看我这两条筋一搜我的人就起起起起来了 一搜清新的一搜起起来了 你不搜你那个地方力量掉 你的人就是这样子 你看差别就一点点点哦 你看我这样是掉的 你们你们可以看到我身体的力量是往下的 往下的吧 我稍微一提它稍微一提 起起起起起起来了 知道的吗 所以你不要用胸的力量腰的力量去挺 不要挺 挺就死了 挺是形态上面 好像有个里面的力量还是没有起起来 我们要用那个里面的力量把我的身体撑住 要维持住这个力量 你在那边坐着正经为坐就是要这样子 正经为坐就是这样子 啊所以你们刚才还都还没感觉到那个脚后跟会被会被微微提提提提起来吧 James有体体会到吗 有有哈 有这个力量做对了 你的脚后跟就被提提起来了 自然被提啊 啊你们很多人啊 可能办办公室做久了 那个这个姿态已经形成了 所以胸椎往后弯弯的那个那个姿态啊 已经僵僵僵僵僵僵僵固住了啊 你要去慢慢慢慢啊 把这个力量练起来让他去推你 然后去感觉胸阔的力量 你看胸阔的力量 胸阔的力量 这个叫做含胸拔背 胸往下背往上 它两个是一 它两个是一体的 一体的胸阔在这边 胸椎在这边 胸阔落下来 胸椎就被往上拉了 他们是这个关系 而不要这样子 不要这样子 当你的胸椎往后一弯 胸阔就起来 气就浮了 所以要去练习 先有这个力量 它在下面帮助你撑住 然后你慢慢增加这个力量 往上推 那个力量一直会推到头顶来 这个是基本的东西 练武以后 不管是站装 站马步 绷步 不管是活动 这个是基本的 胸椎胸阔 胸阔 胸阔就是肋骨 肋骨是不是挂在胸椎上 是吗 它前面上面几件 在这边是 这边是 这个是什么椎 这个是 胸椎是脊椎的 胸 它后面是不是结合到胸 胸椎脊椎的胸 胸椎去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事实上胸 胸 肋骨 跟脊椎的胸椎是连结在一起 是不是 胸 胸 是不是一个圆 是吧 所以当我们的胸 胸 当我们的胸 胸 往下落的时候 你看 当我把我的胸 往下落的时候 我的胸椎就起来了 我的人就是这样 我的人就往前移 就往前移了 可是我们现在大部分是什么 大部分是 是胸 胸椎往后弯 胸椎往后弯 人的重心就往后走 所以你要用 你不是变成这种姿态 来平衡它 就是你要用腰椎 腰肌去把它抓 把它抓住 不要它往后倒 要不懂 所以寒胸拔背是一件事情 是一件事情 一个落 一个起 所以你刚才叫你们 深呼吸 你们大部分都不能深呼吸到 你要深呼吸到 那个肋骨张开 后面的肋骨张开 肋骨张开 它帮助把你的胸椎 开开 你的胸椎被它拉开了 拉开就是往上 往上了以后 吐气的时候把胸阔放掉 胸椎不要放 胸椎不要放 胸阔放 你看就这样子了 这样子 胸椎就是往上的 正的 起来的 胸阔是落 松落的 要不懂 这整段 你都不用说 中层 中层是往下层 这一个比较小 不用 不用 因为地心引力本来就在那边 松成是指的肌肉 我现在是讲的骨 我现在是讲的骨 你当然把肌肉松掉 你不用肌肉 你的这些东西才可以到骨 才可以到骨去 要不懂 所以我们做的时候也是一样 做的时候这个力量把你的 箭椎往上 可是箭椎它本身 它本身在形态上面 它还是要有个力量 箭椎要往下稳住 箭椎要往下拉 可是抽胯的力量 在箭椎的里面的力量 是往上 要不懂 箭椎的力量 我们让它是往下的 箭椎这个结构的力量 结构 我们让它往下拉 往下拉 可是当我们的 当那边一抽的时候 里面的力量 循着筋的力量起来的力量 是往上的 这样不懂 这样懂吧 就是同样我这个手伸出来 我这个手伸出来是往外的 可是我虽然往外的 可是我里面筋的力量 可以往内 因为我抽起来 所以我向下不用动 有力量 不用 对 不用 所以就算是我们往下沉 沉的时候 我们往下沉的时候 往上的力量还是要站 要不懂 可以在那边教是 它认为是 整脚带全部都要往上抽 抽到跨 可是它有特别讲一个 脚跟下 脚跟力量下 然后其他全部往上抽 抽到跨 脚跟的力量下 不一定要踩地 对 当然不一定 踩地要被骂 对 所以 脚跟 说脚跟 当我站这样的步 我说 这样起来 对 这样起来 那后腿 有没有松掉呢 要看我后脚跟的力量 是往这里的 往这里 你看 我的后脚跟力量 还是往下踩住 力量还是往下踩住 这个时候后腿就没松掉 当然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就对了 可是我如果 后脚跟提起来变成这样 就错了 这条腿就没有了 就废掉了 所以说重点在于 你抽得起来代表 一定没有松掉 所以说不用去想这个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 可是很多时候不是抽 抽起来的 很多时候就是放放放掉 那我要去特别想 你先把那个当的力量 你会 你你你会抽 知道吗 其他都是果 所以你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这个力量还还不还不 还不够 同时也还不会操操操控它 所以姿势很容易偏掉 要不懂 可以练拳 无论哪一派的拳 我跟你讲 这是这是这是通用 每一个门派通用的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骨盆结构 脊椎结构 双腿的结构 跨的结构 当的结构 一样的 一样的 所以我们人站起来以后 要保持到我们的灵动性 跟跟整体的力量 怎么办 要怎么做到 知道吗 西方链是增强 增强肌肉的力量 增强肌肉的力量 从外面把它包 包 包 包起来 国术不是 中国人的方法不是 是从筋 筋来 那么懂 肌肉松掉 从筋来 筋来把你的骨 骨盆放正 脊椎拉 脊椎拉 拉住 腿的力量 跟骨盆怎么接 这个腿的力量 怎么跟脊椎的力量相合 以内部力量 来调整你的结构 所以所有的武术 所有的正规动作 都是一个坐姿 都是一个坐 坐姿 就是你们刚才练的 最基本 所以有人说走八卦 走掌如坐教 一个是坐姿 第二个坐教是什么 坐教是会很不稳 不稳定 它会晃 你要在那个晃的当中维持到 维持到你的稳 可是你这个坐姿先要有 这个是要去下功夫的 因为现在的人都没有从小被教 站有站向 坐有坐向 从小都没有坐坐向了 所以这个东西没有从小建立 没有从小建立起来 所以在长大 那个身体结构 结构就会越来越差 那练武是以这个为根基的 以前练武 这个是不要练的 不要练的 因为在家庭教育里面 仪态训练里面 这个就已经建立了 那么懂 可是你们现在需要练 你们要了解 这个是根基 这个是根 所以等一下我们稍微再走 走一下掌 你去走掌 第一个要做 要做的是什么 还是跟刚才一样 一冲 蹲下去 不是蹲下去 是这边 一冲 先有一个坐 先有一个坐姿 一冲 先有一个坐姿 不是跪 不是这样 你这样就到膝 膝盖去 腿不是下去 腿是抽起来 所以蹲着 一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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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有这个 这是一个坐 这是一个坐 坐姿先对了 再来 在这个上面 所以你们先要分清楚 你们先要分清楚 这个是跪 这是往下的地点 这是往下的地点 这是往上的地点 你看 往上的地点 对了 对了 那么懂 你们可以 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差别 所以我们变低的时候 不是往下压 而是把腿往上起 这样子 这样子 不是这样子 要不懂 这样子 好 稍微 稍微喝 喝喝水 来 感谢观看